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星期 我想介绍一首歌 我想这首歌 如果大家有回教会都很熟悉 叫做Emmanuel 这首歌是我最初回教会的时候学的 Emmanuel 中文译为神与你同在的意思 其实神每一天都跟我们一起 只不过我们看不到他 又感觉不到 但是并不代表他 是不存在的 即是等于风 存在在空气里面 但我们又闻不到 又看不到 但是当我们感觉到有东西吹起来的时候 或者看到有颜色的烟飘过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风其实是存在的 就等于神的存在 是我们触摸不到 看不到 但是 如果我们细心去感受 我们真的感受得到 其实因为他根本就 每时每刻都跟我们同在 我讲一个 我自己亲身的经历 给大家听 在很多年前 我当时是在一间走廊做琴师 那时我住在北角 下午三四点就要上班 那我由北角 搭船 去红磡 因为那个上班的地方 在红磡 那我每天都搭船过去 因为那时 做那些工作 都很忙碌 我每天都要预备很多 听很多歌 社铺 收集很多歌 预备每一天的演出 要用很多时间 我整天都是临急抱佛 每一天睡醒 接着就 吃完 接着就预备那晚的工作 但是时间也很不够 所以 整天都很趕急 希望在出门口之前 就可以收拾所有要收拾的歌 但是每天都 这些时间都教到问 所以 出门口 当然 很晚才出门口 然后 我便要赶上船 如果我赶不到那班船 我就慘了 一过了那班船 我就迟到上班 有一天 如是者 又是 那天下着大雨 我又是 很匆忙 做好所有事情 然后出门口 我便要赶上船 於是 加速腳步 便由我家 走到码头 那天下着很大雨 你也可以想到 地上 又濕又滑 那我就 又很匆忙 趕到码头 那 我当时又穿着 底部很平 又很滑的 一只皮鞋 那 冒着大雨 就这样跑去码头上船 那 我 進入码头的 那個 位置 那 就看到船 差不多要开的了 接着我就 跑了 跑跑跑跑跑 跑去 船的杂 那 地上又濕又滑 怎知我一跑的時候 嘩 當塘一滑 打算今次死了 就達到 達生丸 那麽 鞋底下又滑 地下又滑 那 好了 一踩下去 滑一滑 我打算 實跌了 怎知 我那一刻 其實我已經是翻後了 失去平衡 但是 我感覺到 有一 好像有隻手 抖一抖我 那樣 把我推上去 站直 那一刻 整個人本來 是滾地葫蘆 地下 忽然間 站起來 那一刻 如果我不是 神 在我旁邊 托著我 我都想不到 究竟是什麽原因 我那一刻 想著 那一刻 肯定 達到全身 損壞 怎知 這把汗 沒事 在那時候 我真的感覺到 神 真的在 旁邊 和我一齊 去保護我 見我跌的時候 就馬上幫我托著 對 即是 是一個 很真實的感覺 那所以 我們的上帝 真是一個 隨時我們幫助來的 真是很憐憫我們 還有 又真是 對我們很有恩慈 是一個很好的神 所以 我順主差不多十八年 經歷到很多很多的 在我未順主之前 是經歷不到 那希望大家都 可以 每天都 留意一下 神在我們身邊 怎樣去幫助我們 和怎樣保護我們 好了 以下下來又是 我彈琴的時間 我將這首歌 用琴聲送給大家 希望大家都喜歡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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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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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